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可以提一下 你说 就是我16岁开始就打坐 一直很相信一句话 一切法就有性向生 我就觉得我自己最好的肯定能得到 但是我是觉得自己这种求胜 看来说这个时间是不是很游戏 但我就想赢 或者说不管怎么样 有可能我不是想赢 但我就想赢这个游戏 这种得失心还是很重 自己感觉也随着自己的欲望 在水波逐流 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有这个大力度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堕落了 你说你想赢 我觉得也挺好 但问题你怎么定义这个赢呢 在每件事情上 你去怎么定义 你叫你赢了 你赚了很多钱 你说我去谈判 我谈判成功了 叫赢了 我考学考上了 我叫赢了吗 人生什么是赢家 你什么算赢了 就是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得到你想要得到的 明天你不想要了的时候怎么办 除非你真的是不变 你如此永恒的 我今天想要这个杯子 我明天不想要 我想要那个杯子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先得到这个杯子 你能随手把它扔了吗 尤其情感啊 或者这些东西 这痛苦万分 如果你真的是 你喜欢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她 三年以后你爱上另一个人了 我据个例子啊 你这个总不能从窗子扔出去吧 这个杯子可以 其他不可以 那叫赢嘛 告诉我 好多东西不能简单的一句话 来定义它的输赢 尤其人生不是以输赢来弄的 不是以你得到不得到来弄输赢的 站在最高点 我觉得全是人生的赢家 我的观点啊 这个在交流有代考 就是说你是你的 你说我得到想要的就是赢 我觉得我认为啊 我觉得是拥有福 就像如来那样的智慧 帅人生的赢家 那个时候你才可以 心小事成 所以说你真的空性 你那个心 你说心小事成 这个心是有 不是人力的意识啊 是空性啊 那是你的本心啊 你站在空性里边 你才心小事成 随心所欲 无所不能 策外法院 法力无别啊 你人力的意识是很局限性的 而且他刹那刹那在生命里边 这就是我跟你说 当你赢了 你当你赚取了 比如说你有 我赚取了几个亿 好我现在我就很想要 我就赚了几个亿 从金钱 好像我赢了 但是这个赢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你认为这一刻你赢了 但是呢 有人保驾你 然后明天有人贼 被垫上了 还有人诬陷你啊 或者说是你这个体来路不明 有人妒忌你 哇 各种人包围你 好 你说我赢了 但是觉得怎么这么不自在呢 这种赢到底能 算是人生的赢家吗 我赢了 我可以赚了几个 我名利群全部去做 我站在那个垫上 哇 如果你不考虑其他的话 我觉得 你如果只是说 我赚了钱 我得到了一副爱情 我或者 而且如如不动地在那 我觉得你也算生人 真大生 是吧 你不可能 因为你在生命里边 你的意识 当你赚到12个亿的时候 钱对你已经一点兴趣也没了 我告诉你 因为当你到大 比如你想赚12个亿 你赚取了 当那12个亿一到手的时候 这个钱经的人愤怒 你可以 但是没有兴趣 你知道他对你不是乐趣 你可以补食 你可以把他全部赛进 重新来过 钱对你没乐趣 这才是问题 你不觉得开心 因为金钱 对很多没有钱的人 他这是一点钞票放在的 会带来乐趣 对有钱的人 那点钱很颠颠的 如果来路不中 那简直就是一堆信息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信息 那堆钱也引不起他丝毫的兴奋 兴奋点 爱情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抗讽抗讽 你能持续保持一辈子吗 如果你中间你的意念生灭一下 一下子被疫情别列了 那你麻烦了 你这个东西怎么办 这份感情怎么办 也是真情啊 当年你付出过的 你怎么办 把它扔了 你也回不到过去了 把它扔了 大家都是伤害 伤害 是吧 就算你爱上其他的女人 你心中没愧疚吗 你怎么可能觉得你赢了呢 这场感情戏你赢了呢 你带着愧疚去 娶了一个另外的女孩子 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我觉得最起码 人力不过是去赢一切的 在哪都已经 不过是想过的 想更好 活得更好 是不是 问题 当你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没有活得更好 那叫赢家吗 你没有活得更好 很多痛苦临着而来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些儒家我会说 德不配位啊 或者什么 你要多集散报啊 有时候赚钱 可能靠你的才华 或者能力可以赚到享受它才是问题 有的人在享受的过程出事了 这就叫打江山容易 做江山不容易 我不见得能做住 所以有的东西你可能 既圆既足了 你啊 冲上去 就算抓彩卷你突然中奖了 也有可能 怎么花 拿到这笔钱 他用来干什么 这也是问题啊 而且你又不是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活着 当你站在一个制高点 抓住一些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看着呢 为什么你就抓住了 我就没有 我跟你一样聪明 我也不缺胳膊 就不缺腿啊 没人觉得自己笨的 尤其你们的统领 跟你一个学校的 一个同时学 你小子凭什么比我强 你哪比我强 你用气就那么好 说福报这种是不幸的 总会觉得他机遇好嘛 可能是 赶上什么了 顺风顺水 或者是还在各种所 是不是 你算是 他会盯上你的 而且身边人会 你活在一个互联网的 关系 你的一举一动 都会牵引周围的 这个 你怎么赢 你能 你能掌脱开那张蜘蛛网吗 你身边的人都倒霉 你赢了 你给他站在那盯上 你吹吹了 他会开心 你姐姐 你弟弟 你家人 你父母 你身边的朋友 都有问题 你得开心的笑 就算你全赢了 你坐着那哈哈一个人笑 你笑不出来 你全部给了他们 你都无法去解决他们的痛苦 对一个善良的人来说 自己一个人赢了 真的不算什么 就是别说是你是不是 你善良你都不行 你就简单的有种善良 你坐在这个房间里 如果身边就 你就不认识了我们这些人 却依不脾气 掺风露宿 都坐在这儿 饿的 你一个人 把那四个带他吃了 你吃不下 你知道吧 大家眼睛就像饿鬼肚盯着你 然后你吃 因为那是属于你的 你可以啊 你可以继续自在地吃啊 你们去 怪我啥事 但心地不行啊 然后他口水流出来 那小孩子是 我叔叔会站在这儿 饿鬼盗的 你知道吗 饿着呢 你能够吃下去 不可能的 什么叫饮 什么叫活得更好 我觉得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当然说我们心想是这个 这个是个很开心的事 不管在哪一道都是开心的 比如饿鬼盗 得到面包是天下最幸福的 因为饿鬼嘛 吃不到东西 得到面包就最幸福 人力苦落叉拌 没有苦 没有烦恼也是很幸福的 心想事成就觉得不苦 暂时的哦 心想事成这个快乐是暂时的 当你名利器站在巅峰的时候 已经没有快乐可业了 成功这件事 林脱龙啊 希特勒 征服了一个国家 还想征服全世界 征服了地球 还想移民万星球 你就没完 知道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希望是永无止尽的 我们 这个成功啊 这个 这是相对意义的是吧 就是相对我比你成功的 或者我比这个人成功的 我们俩相比较 在这个世界一起奋斗 去赚钱 去做生意 我成功了 你失败了 破产了 我成功了 如果是这样的 你可能会很开心 你算成功的 他算失败的 如果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或者你的亲人 很惨的话 跳楼了 你一辈子很伤心 你说我怎么做生意 说我没邋遢一把 你能独享成功的喜悦 只是你现在太送了 可能 还没有经历过人生的翻译 我觉得你才独享了 这份快乐 那你真的是太 你觉得成功就是很快乐 不相信 虽然这个世界 什么微信上 网络上 各种负面的东西 但我想你没受影响 你真的挺开心的 我看你很喜 你觉得我也要成功 你能成功 心想事成 就这样活着吧 挺好的 不要听这些 就像我刚才说的 站在快乐里了 一定要思议想个痛苦 当你站在快乐的 成功的喜悦里了 不要想这些 还有很多痛苦的人 不要想这些 去享受快乐好了 不要说我这种快乐 是不是有人还 背后惦记者 要来偷我的 抢我的 当你站在 你觉得你成功了 就去扛成功 就去喜悦 第二天 痛苦来临的是 第二天的事 跟当下没关系 只是这个世界太无常 如果这个世界 可以真的有恒的幸福 可以真的是 成功了母见识 就会有恒的幸福的话 实际上母女佛 也不会抛弃王位 去出家修行 因为没有 否则他已经是太子了 他有什么做不到的 是吧 如果我们做成一件事 我们就可以有恒的幸福 那么努力一下 是吧 我觉得就够了 我何必去苦苦修行呢 是吧 就是找不到啊 我不能说完成 赚了钱 我也不可能 我爱上一个人 我去 心里边爱一个人 我就跟他有恒的在一起 也不可能 利益虚名 我得到了所有人的爱慕 也不可能 你知道很多歌星 你看粉丝无数也跳楼 是吧 所以正以为不可能 所以才找不到 你在这个时间完成一件事 就算完成 你造出了原子弹 你造出了核弹 你借了金子弹 你做了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事 你认为 你也不可能永恒的幸福 永恒的快乐 就算你自己都不可能 别说你带给诸神 带给其他人 而且你是活在互联网的 我就是刚才说 你不是独活 人一个人到 他到达一定时候 他一定想像夫妻周围的 因为他跟他有关系 你看很多人 有些人你去采访他 你做了彩票怎么办 他会说给妈妈爹 给爸爸爹 他会分 没有说我一个人就出去吃面包吃饭了 说做了很多钱的话 他会分给身边的亲人 给妈妈 给爸爸 给哥哥 给姐姐 有人会说 然后我给我身边的最好的朋友 再分点 他会最起码想到他爱的这些 一个人如果很成功 他一定会不只想到他爱的 他会想到那些夫妻夫妻 一直一直这个圈越来越大 因为他在一个王里面 他一定会这样的 一个善良的人一定会这样想的 你只是现在我们只是想到了 我们的兄弟姊妹 我们的父母 慢慢的就会想到 人家说好汉护三村 一个一条好汉 是那种英雄 村子里边 那块不是农村 有附近的三个村人家都保护着 那是不是再好汉一点 四村五村也护了 最后星球也是你护了 好汉的 整个地球的安危都是你的使命 因为你足够强大 强大到可以保护地球 强大到保护银河系 不可能啊 有无止境 那也不算成功 因为银河系是个假 你怎么 你没看清实相吗 我不认为一个想保护银河系的人是成功的 明天地球毁灭了都碰不到他一根毫毛 我就做人力 做到释迦牟尼 我这样就做绝了 做别的我还真不羡慕 真的是 是不是因为佛说他全部有了 他说那些全部有了 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他也就看空了 就是我们是 他没有读到这个 你认为是佛说 我们拥有了一切 所以才看空 其实他说他拥有一切只是对你说的 因为人力小拥有一切 对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力这样讲 因为你想拥有一切 是有天 拥有不拥有这件事跟你无关 你知道吧 你是空性的知道吧 因为你有欲望 所以佛说你成佛了 一切都是你的 你跟宇宙一切不可分 空性里面万法 三切大切世界都在空性里 有片有一点太虚拎 三切大切世界有片 又一片云啊 渺小的不知一切 三切大切世界 你还政府多大 学银河写了三切大切世界 问题是佛说这些跟我没关系 这才是成功啊 但是爱他变成了爱的化身 在人道他只是爱着 爱的化身啊 你知道是什么吗 每一个毛口每一个细胞 它都是爱变出来的化出来 你知道人力只是在爱中才快乐 我告诉你 没有爱 你又有什么都不快乐 不觉得吗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想获得爱 当你获得别人的赞捧的时候 是不是想要大家爱你啊 是不是 所以当一个皇上 让大家臣服他知道吧 到好地征服一切 他成福 不只他的人要成福 他的心也要成福 其实奎根到底不是想要全世界的人爱他吗 他拥有钱不是想爱吗 得到爱吗 是不是 所谓的一切只不过我们需要爱 就是这样的 永恒的爱 不凋陷的 除非你变成爱的化身 它就永远不会消失 但那个爱是无所求的 有所求的爱就不叫 我告诉我那是人力的 有所求怎么不苦呢 空性里边的爱啊 只是对人力来说 人力的爱里边是有欲望跟像的 我爱谁有一个对劲的 爱什么 爱谁有一个我有一个对劲 还有就是有欲望 所以人力抬爱就很狭小 但佛的空性的爱是没有对劲的 没有欲望的 没有吸气 他就是爱 爱的不是 所以他有很快乐 那叫满足知道吧 如果你从头到脚的爱 不管无所谓谁爱不爱谁 无所谓你爱谁 无所谓谁爱你 你就爱 从在啊那是种你知道 跟外物不分离啊 你就算你很爱这个杯子 你知道如果你的心有恒的爱者 就这个桌子 你不要去谈理论 你爱这个桌子上的一切 无所谓它们是物质的 无所谓它是植物还是动物 无所谓它们是人力还是什么 你知道所有桌子上的东西都会放光 那叫佛光普照 是这个东西本身就放光 当你爱看它的时候 又爱看它的时候 每个东西都在散光 因为每个人 每个东西都有空 都有佛性 不是它有意识了 不是 是当你又爱看它的时候 一切都在你这儿散散发光 一切都妙不可言 垃圾堆也能化腐朽为神器 是吧 你就不会去征服朱玛朗玛粉 看见垃圾堆你已经很开心了 你征服朱玛朗玛粉干啥 打个招呼就行了 你干嘛要征服它 你老爷看着朱玛朗玛粉 打个招呼你比我高 就行了吗 你干嘛要站在它上面 当然你站在它上面 他要很开心 做人就做到这个 就比较成功 其他的都 成功都是暂时的假象 因为有可能那个成功 带给他痛苦 我不能说人没有痛苦 佛说人里有八苦 是无法生老病死 爱别离 求不得 悦诊慧 无用至圣 这八苦是 所有人的基本上 平等的可能会经历的 有时候从早到晚就全经历了 就做到如来的这个境界 我觉得就比较好 做人我觉得就做得比较圆满 人力是可以的最主要 人力可以做成佛的境界 可以有路达成的 不是不可以 所以很难说我们怎么努力 要打个车也行 但是它确实是 实际上是 通过父母所持的肉体 称得了这个境界 就是说人力是都可以的 只是我们把自己委屈了 那就像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 就是说当比父母那天都会远 就是说怎么样 不远 就是说去 在现有的基础上 就是说这个生活 我也不可能说这个 脱离自己的生活工作去 怎样去在这个 生活工作中 去了解他的理论 去了解这个界定 有时候你身心里面 就是要对你的状态 你就像听懂这些东西 就可以直接就解脱了 有时候 听懂 真的听懂 佛陀在世的时候 他在讲法的时候 当场正国的人无数 只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听完一个法 需要回家在坐地上 坐三个小时五个小时 当时佛陀在讲法的时候 很多人听懂 没有这种意识概念 听懂 马上就解脱了 当场正国很多 马上就解脱 马上就解脱 把困绑在身体上 那种固定的直接清理掉 例如来说 佛说我们本来就是 每个人的本性都是佛 你只需要露出你的本性来 你只不过现在 你认为你是个物质 你认为你是个物质 肉体不是个物质 然后皮超塞体 越仔细你越认为自己是真的 心肝脾肺肾造得一清二楚 然后脑子 大脑 左脑 小脑的 右脑 给你分析的 然后你是细胞细胞的 不过医学分析到最后 也没得分了吧 是吧 分析最后DNA的分析 没得分了吧 但是 但是你越 其实医学越仔细越 你对自己的认知越物质化 如果你头脑没有物质的话 你可以是一切 我是物质的 我是能量的 我是场 我是波 我是信息 我是时空 时间和空间就是我 你是一切 你只要打破你是物质的这个概念 但是坐在这儿 说我不是物质的 这个很难打破 我告诉你 所以你要冥想 为什么会冥想啊 打坐 你坐在这儿 停下你的思维 先停下你是物质的 还是能量的 还是场 还是波 这种认知震动频率 先停下这种认知 把意识层面呈下来 你才突然就突文瓦解 因为时间是因为你的意识的相续而产生的 而且人里的时间还是过去 现在未来这样一条直线的流动 过去从哪来不知道 未来到哪去不知道 就这么一简 过去现在未来 它是因为意识层面的相续 你一口气上不来 时间就消失了 对 所以你看 修行的人 他为什么坐在坐地上 他瞧呼吸 他的呼吸若有若无 他的意识的之间 他的时间观念 他越来越弱 砸念当然也更没有了 因为你出不来气了 你还没有气的时候 哪有砸念 是吧 呼吸都没有了 半死状态 你还有砸念 是吧 时间也消失了 其实我们这个时间观是错的 你看人历史 太假想 你看过去过去从哪来的 在隔壁 很 你解释就是很盲区呢 叫过去从哪过来的 未来到哪里去 不知道 两间都不知道 但是佛的之间是360多个球形 起跌中跌不断的循环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你在一个球面上 熊般的时候 过去现在未来 在哪一点上 而且东南西北在哪边 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坐在地球上 又拱转又自转 是吧 东南西北在哪边 告诉我 现在是几十几点几颗 告诉我你在太空中的位置 你在珠海 告诉我太空位置 你现在在拱转 还自转 你准确的在心中的表位 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力定的 假设的 不是真理啊 但是你导航的时候 要按人道的标准导航 否则你回不去啊 我告诉你 不要说我在太空的位置 我都没人家答应你 又拱转又自转 太空倒好 所以我们没有出去 我们站在方寿之地 谈真理 谈理想 谈这些东西 谈生活 谈人生 我们的时间观念 所以你在 你听懂了一些东西 听懂了释迦牟说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像你 你坐在桌地上 你刻 稍微有点空 就OK 你停下你的分别之间 停下 先出之间上停下来 就是停下而言 对得对 人力就是个很简单的 正负的 就像个电脑 就是正负啊 你这就像 这边空这边有佛 说是空的有的 你写不住空不住有 不住散不住恶 不住丑不住美 不住够不住近 不住二元堆立的任何两边 不住我是杂乱的 还是我是安静的 这两个都是假象 你不住 这就叫中道 你只要你的意识层面 不去思考 不吃散不吃恶 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保持一个绝 坐在这儿 保持一个绝知道吗 保持绝 但不是说你要绝到什么 比如说我坐在这儿绝 哎呀我痒痒 那是人力的绝啊 你不要人力的绝 是诱惑你回到人道的陷阱 哎呀我烦 那是诱惑你回人道的啊 不要 因为你是空性的绝 是圆绝 圆绝不在人道 对吧 所以保持绝 但不要有我绝的什么 不要有我绝的 不要管 你绝的的什么跟你没关系 是吧 歇出人道 歇出人力的固有之间 不是说不让你坐人 不是这样 是歇出物质上面的人道的固有之间 你觉得你有个肉体 你觉得你有神经 你觉得你有情绪 你觉得你有感情 你觉得你是男的 你觉得你是女的 是吧 你觉得你是男的生理 彤彤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想个女的 你觉得你是个男的 女的 你想个男的 是吧 情欲动的 那首先是你肯定了你是个女的 所以你头脑自然会 这种人是统统跑 不住俩别 不住男不住女 不住够不住 不住 不是说不让你坐男的 不让你坐女 不是这种事啊 是在冥想的时候 在坐垫上 停在中道上 停在中道上 可以让俩别归零 可以停下来 但这不是数学 零也是个相对 不要思考那叫零 那叫什么 不要定义中道是什么 不要给他下个定义 空性不可定 中道也不可定 破弃小的才为中 因为人力只有二元 所以只破个二 只破二 知道吧 所以经常叫不二不二 这个其实人力的智慧 太简单导致了 所以不二就是 不要住二嘛 什么 在中间 然后呢 你的冥想 停下 冥想就是停下你的 平时的所有固有的之间 保持绝 然后没有你绝的什么 当你绝的 你绝的慢慢消失的时候 这个能绝的也消失了 能绝的也消失了 谁绝的 不管你叫圆绝 还是你绝 它也会垮掉的 因为它是相对于 对境产生的 我觉得我养 我觉得这是个杯子 我觉得我水烫 我觉得我烦 我觉得我痛苦 我觉得我快了 这个我觉得 就是个人力的觉得 是吧 你要现在打破这个人力的支界嘛 固有的 但是又不能不觉 不觉不变成死端了嘛 是吧 所以刚开始有点难 你觉得还不能定义 我觉得痒痒不能说是痒痒 但是本能定义了 本能的痒就是痒嘛 那就不能定义 但是如果是你停在那儿 时间久了 停在中道时间久了 这个本能也会消失 你只要瞧呼吸慢慢慢慢 本能也会消失的 然后能觉得 我觉得通通会消失 只要时间 就要等时 等 停留在中道等 你会体验到佛说的境界 空性的境界 然后就是能绝于所绝空 最后就是 爱生个面就消失 时间会消失 时间会消失 主要是 因为你是对很多问题的认知的相续 这个 这个 不断的 不断的产生意识层面的东西 所以时间产生了 对你 你就会突破三维的时空 知道吗 当然不是说你进入了四维五维 也有可能 有的人突然进入四维 那又开始找四维的想 又破 他记错光明了 哎呀 我是个光了 我放光 哎就很麻烦啊 这个叫境界 有光了 但是你觉得你放光了 这本身又是个人力的借底 你知道空性里面什么都有 和去 开合光明呢 空性里面还有黑暗呢 空性里面有黑暗也有光明知道吧 所以光明出来别高兴的太早 黑暗出来也别 黑暗在那也别 说很沮丧 都一样的 空性里面没有任何想 你认为的都错 就这样修啊 你就这样 但这个呢 在日常生活中 你做事的时候不太容易嘛 但是你听懂 歇在坐垫上嘛 如果你在做条功夫够了的话 吃个垃圾水都能休息 那么你认为 你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聊天的时候 你说出的每一个对意 极有极空 它不会影响你的心态 你自己也不会较真 就今天我们俩聊 明天你问我 我忘了 你说你啊 你当时说那句话 我说我不知道啊 有时候会不认识 都是西龙 概念是交流的方便 不是真理 所以佛是到最后说完发说 我四十九年没说一个字 知道吧 没有没有真理 都是交流的方便 但是这些东西要听 不听你怎么破呢 只要有个入门处嘛 你听完你不觉得很简单嘛 佛学有那么难一点不难 其实一开始不需要你做很多 放下这样的放下那样 把全世界扔到窗外去 不是的 你现在做的 要先不住两边 先做一做 等你做到半斤八两的时候 需要把这些东西扔到窗外的时候 再做 知道 因为 你修正到一定时候的时候 你突然执着了 而且就这个杯子 就这个拨 推在手中就不行 你这个东西牵引你的心绪啊 你做做的啥 想着它 你吃喝拉扎水 你都想着这件事 不管它是痛苦的 还是散的 或者喜欢的 那 这就开始修放下了 到底咋放 知道吧 哎 这个时候就有对质了 就像你现在说没有呢 就先修明显 先修 没有什么障碍 不需要放什么东西 要放什么 要拿什么 要放什么 不需要 你执着了 才需要放 什么叫放呢 不是把这件事忘了 或者扔到外边去 是 不再想它了 就这个杯子 比如说我怎么放下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 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也可以看着别人 跟没有关系了 我意识之明 没有 不会想它是散的恶的 白的黑的 它叫痛苦还是烦恼 不影响我 不影响我能宁静啊 平静啊 这叫放下 如果你只是把这个东西扔到窗外了 跟你说什么 无所谓了 不要了 或者极端的业气它 这都不叫放下 你业务它都不叫放下 所以业气肉体都不叫放下 是和平公司 没关系 你是空性嘛 外法都在空性里面 但都跟你没关系 因为一切法必尽空 外法都在空性里面 但每一个法都是空的 都是虚妄的 所以空性里面没有一法 但是外法都在 这都在 这个你可能还不太有点绕 金刚经里面 就是说 当你现在知道有个空性是吗 你觉得你是空性 你要是通过听闻来闻听的话 你就会抛弃这些差别下来 听闻你有一个佛性 像虚空一样 无名无习 无习无相的佛性 等于是你抛弃了万法 借理起这样利弄嘛 借理起这样一个空性的概念 是吧 但是当你进入这个空性的时候 那这就是佛学里面说 你建立了一个一 你抛弃了一万 借了一个一 但是这个一是根据这个万去建立的 其实当你离一切相 真正的把这些相圈离开的时候 现在你还是带着相在修 其实你是着相的在修这个一 而你真的把这些相离 这叫离一切相 你就是一切法 这个一就回归到万法里面 没有一也没有万 是一就是万 空性就是一切 你就活成了一切知道 但现在你 你着相的时候 你还说你是一切的话 这个句话不成立 你这个人六道之一 怎么能是杯子呢 怎么能是苹果呢 怎么能是花呢 怎么能是一切 怎么能是这个桌子呢 因为你现在还着相嘛 说这句话是毫无疑 等你修正真的进入空性 离一切相的时候 你才能达到你就是一切 活成你就是一切的时候 你知道那叫成功 那也太成功了 我告诉你 别人有的都是你的 都不用你拼斗 是吧 一切具足嘛 你活成一切 而且还不是这一世啊 生生世世的一切都是你 而且每一个人的生生世世都是你啊 你知道你的智商会达到什么吗 如果你真的那叫法力无边 法力无边是什么 他会的我就会 只要他坐在我旁边 他不坐我旁边行 我只要提取他在历史上的 比如说你的科学家 我可以用神头去欺取他在某一个时代的智慧 还有学嘛 但是那个圆满的正如空性 你的气脉全部转化 法力无边 什么叫法力无边 侧万法源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这个弹塔 你还不知道他 你就是他 那不是算出来的 知道吧 因为你就是他 因为你是空的 我是个女人 也是弹塔 我也是那包瓜子 我也是他 我也是他 我也是一切香 这叫凌切法 这叫凌切法 就是就正如空性是这种境界 所以才能策外法源 下雨的时候我是每一碟水 每一碟都是我所有化身无量 每一碟水都是我 你想想我有多少化身 活成那种境界 而人是可以的 你知道 但是大家觉得这太阳 原来这太神话了 因为修行就是坐在这做个好人 做好人谁不会 还有修嘛 天生就是个好人 我都不用修 我也可以做个善良的人 做个慈悲的人 虽然不知道慈悲是什么 我可怜一切的不就完了 或者同情啊 很多人把这个当慈悲 佛学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可以看看华也 几步都华也不知道佛家富贵嘛 所有菩萨的神秘啊 神通啊 境界啊 很多修行人现在因为正道的 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局现在 哎呀他修行 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 以为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 对 然后我董事会不会怎么讲 这就是了 但也不能说不是 因为你是凡夫生 你空性也在这也是佛 但实在是实在是不自在 这个佛做的实在不自在 最低二小时 观世音菩萨了 三十二小 是华是度众生吧 是吧 十四无为力啊 很多人觉得我们聊这些的时候 觉得 韩老师你又在讲神秘啊 神通这些 其实不是的 是我们本来有那些的 有那些能力的 你知道这叫业障 我们不见生灵 你只因为甚至你是个人力 你是个物质 一下子把你所有的可能全部屏蔽了 你是波 你是震动 你是能量全部屏蔽 其实我们有无限能力 无限可能 我们不是只在人道这一点点 有的人天生就会很多东西啊 哪来的 是上辈子学的 但这些到今天为止 科学发达到今天了 互联网都出现了 很多人竟然还是在刻板的认为 我们是物质的 然后我们不可能出现那些 那是神话 手机 平板电脑 哇 一切都外泄化了 都出哪来的 佛说内外是一体的 你里边没有怎么能 在外边有 切里眼 切里眼这些都不是 看头啊 切里遥控啊这些 都有意念遥控啊 只不过现在变成电了 人力是可以的 这就跟佛学的无也通 神通是一样的 是吧 有神通并不是解释 因为很多天魔道 其他鬼 鬼都有无通 鬼鬼通嘛 这些并不是什么 这些无所谓 因为很多其他到处 是天生都有 我只是说我们人力 可以活得更自在一点 更有力量一些 不是这么软弱的 不是这么无奈的 你知道吗 只是说更方便 更好一点 活得那个生活质量 更高一点 意境更高远一点 并不是说追求生活 不是追求这些 是 活得更开心一点 玩得更开心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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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